AO 了世紀天天的用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世界的沙漠型標賽 這場比賽也是預選賽 這場比賽呢 有知名選手Dr.Hera Riper 三位非常非常非常頂尖的 這個是世界等級的三位選手 對於少量來自澳洲的三位玩家 澳洲的三位玩家裡面 竟然沒有shade 也讓我有點意外 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是中國人 中國人特色開局的村民特別多 我們可以看到 Hera這邊一開始 村民就是14村 這種模式開局 對Hera來說相當優勢 因為一開始就不會斷村 那就意味著一開始就是三村領先 非常可怕 中國人在這種團隊特殊比賽裡面 優勢非常巨大的 而且打回城堡時代 不管是要出奴兵啊 或者是駱駝啊 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協調性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道特這邊選擇的文明 道特選擇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的特色 資源可以挖得再更久一點 而且他的工兵很便宜 在打團戰的時候 三射箭場四射箭場 可以更輕鬆抱得出來這些工兵團 對於打團戰來說 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工兵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選擇的文明 是庫曼人 那庫曼人在團戰的表現 是在封建時代 就可以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也就意味著 他可以更快爆出遊俠 而且是跑速最快的遊俠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可以在城堡時代 跟帝王時代時候 都有非常十足的影響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西班牙 澳洲選手們 選擇西班牙 那西班牙在團隊裡面 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他的團隊加成 可以讓跑貿易時 黃金可以獲得再更多一些 那貿易的時候有優勢 西班牙人 他的火槍呢 西班牙征服者 在城堡時代時 也是有絕對型的壓制力 但是僅對於駱駝跟騎兵單位 因為要敵方工兵 還是會稍微弱勢一些些 那西班牙後期也可以轉遊俠 那他在前期的表現 也可以打這個西班牙寶推 一系列的操作也是ok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 這邊澳洲選手 選擇了 藍色玩家 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 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要強的話 是要撿生物的 那如果自己的團隊 撿生物的威力 或是流暢度不夠的話 是可能打出 寶兵跟 遊俠 這個單位的傷害了 因為每撿一個生物呢 列提斯跟遊俠 都可以加一攻的傷害 所以最多可以撿到四個 那至少這邊是有兩個 所以兩個確保 能拿下來就很好 如果能拿到第三個的話 那立陶宛的傷害就會很不錯 那這場比賽呢 是4G模式喔 所以大家一開始 都有一隻胖胖的國王 就是國王在這裡 那通常國王的用途呢 開就是拿出去探圖 探圖 好 這邊還有這個貿易工坊 還有這個 到此這邊開了一個模仿是不是 哇 野外開模仿 那來看一下圖爾西人 那圖爾西人在團戰的表現 主要是出駱駝 或是寶推圖爾西火槍兵 不然就是打這個白血馬弓喔 都是很常見的一個策略 那圖爾西火槍兵 我覺得現在已經被削弱很多了 已經不是像以前這麼OP的存在了 所以圖爾西人在團戰的表現也被下修了很多 通常都是出駱駝 為中間力量 去反制對方騎兵 如果對方遠程多的話 自己也才會轉成馬弓出來 克制對手 好 那接下來 兩邊的刺猴在互相打來打去 好 後面有一些野馬 但是這個野馬 是不是能吃的 有點可惜 好 道特後面開果吃 稍微微一下 那現在 道特準備要來直城 那像這種地圖來說 有時常的地圖來講 大部分都是打直城 不太有人會去打塔公公 塔公公真的是風靡意思 但是這個影響力 跟後續的接招 對於頂尖高手來說 防守來說太簡單了 所以也可以說是塔公公 已經快要被淘汰掉了 但是呢 你在比較低分段的天梯使用 還是有很好的效果了 越菜來說是OK 打頂尖全手是有點母湯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比賽 像這種有圍牆的地圖 塔公公已經沒什麼人在用了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升級 現在城堡時代 研發已經快要上去了 這個是HERRA這邊蓋燒在嗎 還是反而就有了 他哪時候過來蓋了 好 升到城堡時代 立陶宛這邊偷了支部 做了一個支部技術 好 3TC開補 那立陶宛每蓋一個城鎮中心 都可以給他額外一百的肉 這個效果 讓他在城堡時代3TC一開的時候 不太容易會斷 而且是打這個極速3TC的時候 其實是很容易斷村的 但是立陶宛不太容易斷 好 浮河其人這邊 國王出來探路 這裡要小心喔 上浪城堡時代了 現在每個單位要追殺國王 是有一定的影響力了 好 沒看到 沒有問題 這裡西班牙人是打了西班牙人征服者 開始要來給壓力了 那現在 道特這邊是轉出了一些羽毛劍射手 好 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對峙 那羽毛劍射手在數量少的時候 是沒有優勢的 西班牙征服者 在城堡時代初期 是有絕對的優勢的 這邊回頭射個一發 只要有打到 哇那個傷害就會很可怕 哇這個血量掉很快喔 道特這邊要盡可能保存 羽毛劍射手的數量 才可以有效克制西班牙征服者 好但右邊這裡要是被發現了 那就不好過了 因為聰明沒得跑 道特要放棄這三隻聰明了嗎 一村拿下 往後繞幹 再把洞補起來 走人 又被射死一隻 這一村拿得到嗎 殘血跑掉 好這裡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好這裡西貞回頭射一發 一隻西貞倒地 羽毛劍射手想要貼近 因為不貼近很難射到西貞 OK點掉了 道特這邊已經有彈道學 所以這邊射得很準 漂亮 道特終於把西貞全射掉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貞會射輸弓箭手的原因喔 還有馬弓 所以有一些新手玩家可能不理解喔 拿槍了怎麼會射輸拿弓的 就是這個原因喔 因為射輸夠快啊 數量夠多 一發一發秒 你這個 拿槍的還要換子彈的 OK 那現在左邊 兔爾西人來了 兔爾西火槍兵前推 但是兔爾西火槍兵 即使射程被削弱了 還是比中國連弩射程 還要多了一點 所以中國連弩這邊要打贏 兔爾西火槍兵 最好的辦法就是要貼近 貼近往前 好 但是HERA這邊 中國連弩的數量夠多 現在要小心 人家一直用射程去 白跑你的血量 是有點危險的 好 中間這裡 直接過來幹聖物 立陶宛人 打出了一個奇招 把10強給打破 減3聖物 直接加烈提斯的傷害 好 那這個聖物要不要撿回去呢 還是要 帶回家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好 西班牙人 這邊有點擋不太住 到達的進攻 欸這個頭車怎麼在敲地板 痛不過來了 痛不過來 哎呀 這就是 平常大家 看我們的頻道 這個頭石車都秀得很漂亮 一般人的頭車 就會像這樣子 很容易會有一些失誤在 好 那現在HERA這邊有點慘 被偷了一隻村民的樣子 至少被偷了兩村 算不出 但是還是領先了 54村 那現在 欸 現在 突爾西人是47村 因為突爾西人這邊 打這個東西 是需要肉的 火槍兵 跟黃金 吃肉比較重 開TC會比較困難 好 HERA這邊 動蠣爐 去後面想要斷兵嗎 但是現在 HERA真的想要打贏這坨兵喔 還是要趕快去點下彈道血才行 像 道特一樣 彈道血早點血 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就會被壓制住了 好 頭車往後 也在這邊防守 道特這邊後兵很漂亮 都有兩邊 後兵都在 想要秀一下 但是頭石車準備出來 道特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出來了 道特 右邊頭車要被砸 直接全吃殘血活了下來 原來羽毛劍射手 血量是50滴血 通常可以吃一發頭車的百分之百的命中 結果 HERA這邊怎麼突然打贏了呢 還是回家休息了 我們沒有看到嗎 左邊這裡是怎麼打輸的 我們回去看一下 再回去看一下 HERA是怎麼打贏 這一坨突爾西火槍兵的 好 來看一下 這邊直接上了高地 好 這邊秀了一下 火槍 被包夾 右邊的手動控 拉近繼續射 哇靠 三隻中國連弩就可以秒殺一隻突爾西火槍兵 但是 HERA這裡沒有頂下的彈道學 卻可以把對方的突爾西火槍兵射成這樣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威力嗎 這個細節控制打得漂亮 好 那現在 兩邊 都有點 交戰了 可以看到viper 這邊的分數是現在全場最高 33 多了 經濟已經2100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的內加 兩千而已 整個差了一些 那現在 由於viper頂下了帝王時代 所以經濟分數會下降一些些 哇 像村民宿是87村 立陶宛是82村 viper的村民宿還是有小福利先一些 好 現在立陶宛 帝王時代 還是要來轉一下列提示才行 現在兩邊 並沒有在大打出手 但是 DOT的羽毛尖射手一直有在繞 看一下有沒有在空一下地圖 好 這邊三生物撿完之後並沒有帶回家 而是放在這邊 好 中國的Hera 準備來到 土耳西人的家裡 土耳西中間已經圍死 右邊沒有辦法圍 現在 在得 欸有洞 有洞就是100分 漂亮 這個洞 我覺得會讓土耳西人直接炸裂 那現在要擋住這坨中國蓮奴最好的辦法 就是轉頭車 頭車有暗了嗎 沒暗 這邊在神帝王時代 還是要轉大肉麻 土耳西人的大肉麻 是可以瞬間速成的 遠方還加一點 直接打騎兵單位也行 欸 結果DOT這邊損失了一波 羽毛劍射手 好 這邊頭車也要小心 DOT應該有看到 有鷹似侯的視野 應該都是看在眼裡 但是西方正負著 從出江湖 好 威脫把老鷹打掉 現在這一波 DOT 地龍時代 升上去 才會比較好打一些 差一個三級射 就會很好打 這邊 這個串子要用連接了 好 頭子車再過來 要給壓力 好 頭子車要趕快 砸村民 這根城堡可能蓋不起來 右邊還在秀 DOT左右兩邊 都在開弓 好 村民直接手撕掉了這個頭子車 右邊的羽毛劍射手拉走之後 可以專心控了嗎 好沒有辦法 西方正負者已經射破了這一波的防線 村民一直一直在倒地 DOT這一波被壓制住有點難受 好 好 這裡轉出了一些青茶 走出來的東西是青茶加騎士 青茶應該只是按個一隻殺殺對手 應該也是要打遊俠才對 好 這邊是遊俠了 OK 那現在 土耳其人 重回江湖 已經有火炮了 4台火炮 加西班牙 加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HERA現在打法 還是偏向中國聯奴為主戰力 這個國王被打出來了 然後往後面的城堡 休息一下 國王在前線不太妙 好 好 五連儒要小心 好 右手邊 這裡西班牙征服者 全部要被打倒了 現在中間的位置 生物要被打噴出來 這個生物沒有帶回家 真的是有點虧阿 剛剛其實有足夠多的時間 立陶宛人是能把生物帶回去的 好 三個生物被打掉之後 烈提士傷害只有兩點 這個有點慘烈阿 攻擊力直接減三 好 這一波會戰 MIPER拉劉霞過來砍火炮 火炮兩台倒下 三台拿下 第四台 OK 四台火炮全部都被殺掉了 HERA後方的藤堡能夠守住 OK 第二波遊俠又來了 HERA的中國聯儒 搶出了一切 搞定 藤堡存活 這一波攻城 澳洲隊有點私利了 中國聯儒現在已經成型 來到了22隻 大槍兵也補下 好 HERA這邊打法很標準 不只是出中國聯儒 還要出些 防身道具 怕被對方的烈草丸 的烈提士給包掉 轉一些槍兵喔 防身也不錯 待會再補個大衝車 開頂攻城 也是中國的強勢打法 好 這一波 內提士往前扛線 Viper 遊俠也在往前扛 後方的中國聯儒瘋狂出 但是後方的土耳心火槍兵 有點危險 後面的火炮又被留有機率 Viper直接手刃了一支火炮 太漂亮了 Viper Viper這一波中間扛線扛得很好 中國聯儒在後面的速出也很頂尖 Viper這一波 加上Viper的聯軍 哇 這就是雙世界冠軍的頂級合體嗎 好強 真的好強 好坦喔 好 那烈提士現在明顯是數量不夠 而且也沒有生物的加持了 好 來看一下右邊這裡 現在右邊沒有太大的動靜 換成DOT 開始進攻了 現在只靠西班牙征服者 要打贏這些羽毛劍射手 真的是有點困難 好 這波又有一個新的打鬥 Viper直接衝到了中間地帶 想要突破立陶宛的防線 但是被立陶宛抓個正著 這波遊俠送的有點多 Viper遊俠送光 烈提士高打第一傷 還是不能小觸的 好 OK 那現在中國人 三隻 中國連弩配槍兵 自保開始 這樣就可以解放Viper 的遊俠行軍路線了 有這一出槍兵 就能自保 那Viper移動範圍就會變得更廣 所以單挑時候 也不要指出一個單位 打到底 有時候自帶一些防身道具 讓隊友會更好 行動 自己也能比較好穩定的推進 設計帝國 就是一個轉兵遊戲 好 Viper點下了火箭技術 Viper在後面有一波 烙幹成功 在後面偷家 哇 這一波遊俠衝了進去 西班牙征服者完全擋不住 現在西班牙人前面的城堡爆炸 西班牙征服者 這樣才看到後面屁股著火 那這邊著火可能已經來不及 遊俠要是連溜進來的話就完蛋了 好完蛋了 你怎麼當了吳三桂呢 西班牙征服者 吳三桂都沒有你這麼積極啊 你怎麼就直接跑到城門開門了呢 完蛋了完蛋了 這一波衝了進來 西班牙人 應該可以宣告滅亡了 好 列提斯三三來遲 但是後面的遊俠還在打 好 那列提斯來的還算是時間 好 時機還算很夠 好 但右邊打完 Viper又跑到左邊 現在是左右開攻五物啊 好 但現在變成一個人要扛住兩家的壓力 但是西班牙人已經是風中殘處了 道德這邊只要瘋狂拉攻拉打 應該還是有辦法 打得贏這坨列提斯才對 好 但是列提斯的數量好像有點太多 剩下十隻 好 這裡要盡可能的防守巨型投司機 巨型投司機 能夠守住嗎 好 看看左邊 左邊城堡直接被打爆 好 列提斯最後還是有拿下一台的樣子啊 至少有一台 OK 第二台還有機會嗎 我還在努力狂抓 好 左邊的工程 火炮這邊開始輸出 五台火炮啊 好 又停下炮兵科技嗎 沒有 射程是12點 只是14點 剛才資源量不太夠 好 再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瘋狂打 打這個炮出去 好 OK 西班牙人也不能了 趕快轉遊俠吧 奇珍在城堡時代很夠 但帝王時代 就不太給力了 轉遊俠才是 重點 好 三台巨型投司機 準備拿下這根城堡 Viper一直想要有機會 找個機會想要抽進去 但是一直沒機會 這裡確實也讓Viper有點難受 沒有工程器 48隻 好 右邊的列提斯來了 槍兵過來先打第一波應戰 但是列提斯這邊的目標是後面的巨型投司機 Viper拉了一圖 遊俠到上方後進行防守 下面的遊俠也是進行正面對決 但是後方的中國人沒有打算要離右邊的列提斯 反而是跟這邊的火炮 跟火箱兵進行的對戰 但是Viper這邊的留下數量好像不夠多 列提斯快要突破防線 哇 中國聯盧 遇到了列提斯的大量猛攻 Viper這一波好像又要打贏 也有一些列提斯往左走分散了注意力 Viper這一波又打贏了 太扯了Viper 好 這裡一個賭口 這個賭口能撐多久呢 這一波攻城戰 JR戰隊 快要拿下比賽了嗎 好 槍兵繼續往前補 右邊道特 羽毛劍射手 三戰來遲 你怎麼有時間可以來啊 看來沒有打算要直接打爆右邊 而是想要一點突破三加軍力 直接衝 初耳其 簡單了 初耳其這邊他們在剛開始跑貿易 OK 這邊殺了進來 好 點下了精銳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點下了 可以讓羽毛劍射手血量變高 看這一波耳其 抽了進去 Viper 大坎特坎 不可惜人這裡要趕快跑了 好 那現在列提示的數量明顯有夠少 只有九隻 但是澳洲戰隊還沒有放棄 原子航比賽將決定他們的去留 有沒有人在進去晉級 就看這一把比賽 所以他們不會輕言放棄 放棄了 就什麼都沒了 只要沒投降 比賽就還沒結束 但是這裡不投降好像也是 有點偏難 畢竟遇到對手 是世界冠軍 合起來是雙世界冠軍 好難打好難打 好 列提示來了 搶一下 對 但是右邊這一波工程會繼續延續下去 基本上西亞人已經是打不太贏了 好 遊戲時間來到40分鐘 緩戰打到這個時間點 通常也要分出勝負來了 如果現在現在暫時沒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現在即使出漏馬 也打不贏有效 好 單不出漏馬也不行 因為現在也只剩下基礎資源了 黃金已經歸零了 多有欺人 現在其他玩家 剩下列提示 比較有錢 西班牙這邊 黃金也只剩一些些 凡是VIPER他們這邊 HERA這邊的黃金也五千多 走財弩啊 HERA 好 這一波 遊俠配列提示 露馬 六加兵力 集結在此 準備最後一波 衝上去 列提示往前 大露馬想要突破防線 但是左邊的遊俠擋住了去路 這邊的遊俠還在扛線 左連儠戰鬥戰鬥戰大爆射 澳洲選手們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GEO的戰隊 拿下 比賽的勝利 橙保隕弱 攻城成功 哇 VIPER最後是出了 兩百零六隻的遊俠 一百五十二隻的 羽毛劍射手 HERA是出了一百一十二隻的 中國連儠 這個真的是 戰力懸殊啊 就只有立陶宛這邊的戰力 比較正常 左邊 左右兩邊的外甲 都是被有點 打到頭破洗流 有點 經濟炸裂 沒有辦法穩定出兵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來看看 我們就有一個辦法 哦 對